国民党拍板初选办法 取消领表登记 主被动参选者全被解套纳入 采全民调方式决胜负 不纳入手机样本 不规划辩论会 林林总总真的全是在为韩国瑜铺路吗 这个是一个最能够保障国民党能推出最强的候选人 其实纳入的比较多的还是以韩国瑜为主 莱银初选中介眉目绿营却仍遥遥无期 初选时程规划一拖再拖 党政资源一把抓的蔡英文 最终能否顺利挤开赖清德 我当时是认为说赖清德会出现 就没有想到蔡英文其实是非常的厉害 她本身就是运用了所有的党政资源来排挤赖清德 连党的游戏规则到底怎么样对蔡英文有利都是掌控在 蔡英文的人马手上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赖清德是没有机会的 柯文哲首度松口谈2020称可能在6月宣布参选 我没有说确定6月宣布吧 应该是可能宣布能天亮能下雨 能离军所运亦定的阵地 在蓝绿内部斗得不可开交之际 柯文哲宣布参选的时机是否来到最佳点 所以其实她下的策略非常简单 隔山观虎斗 她会等到国民两党的情势都明确了以后 她才会宣布 韩蔡柯三族会失战是否路已不远 其实我自己在判断 包括说在基层在走 我觉得这样子的组合大概有六成是不会有问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